好 台湾这个来我们继续延续下第三个议题 刚才既然这个军道提到的股市 股市到底怎么样 在农历年前跟农历人后稍微有点不一样 国家队的进驻之后的评审基金的进驻之后 是不是拖住了这个整个股市 前一阵子我们常花很多时间在讲房地产的崩溃 现在在谈股市 这个盛明你怎么样来看这个政府的基金 到了股市去之后 股市的表现是不是已经拖住了 是不是已经顶住了 还是说没有见底还会再持续下谈 中国股市如果你是跟踪它的话 你会看到的 就昨天也过了3000点了 所谓今年中国股市大跌 实际上最多的时候 因为中国约1号那一天 12月31号那天股市是2970多点 然后跌到2600多点 跌到10%左右 然后就是政府凭准基金 就是1万亿提出来 最主要的还是一系列的政策 出来以后 股市现在涨了43% 不最低点 就回到3000点 基本上就是没动 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现在 那么港股也一样 港股涨了大概14% 你要说政府的基金有多少 就是1万亿 我上次跟恒星在那里有个争论 恒星说还会继续 就是西方会做空 我当时观点我认为做空没有余地了 我们就拿中国最大的一个 就是50家最大的公司 从中国银行去 Bank of China 再到阿里 腾讯这些股票 他们在香港做成了一个 就是50个最大的 在香港推定的股票 在美国做了一个ETF 这个ETF我当时做了 叫YINN 它的SIMBOL 从1300块最高的时候 跌到我们当时做节目之后13块 那么自从就是开始对股市的这些动作 一些政策和基金1万亿出来以后 今天如果大家看一下是20块 就是说也在短短的两个星期吧 两三个星期之内它涨了50% 也就是说中国股市真正的问题 不是说 什么 制度上的问题 这些制度都很好看起来 实际上是个新兴问题 而这个制度呢 它中间又有很多漏洞 它 看起来它有什么T价3啊等等吧 好像跟西方很像 其实呢 相差非常非常大 不是那么回事 就讲到刚才股票 我曾经也开过玩笑 我说从13掉到13块钱掉到99% 空头是没有地方再去了 就是如果买进那个股票的话 它最多掉到最多这掉13块吧 它不能掉14块 那就负掉了 而中国这么多的大的银行 最大的那种科技股 金融股 难道他们真正的在 这10年之间 它从14年到现在吧 最高的时候 13的时候 这些公司真的就赔了99%吗 至于从13掉到13块 我想谁 大概都不会得出这个结论 就是个信心 那信心是怎么丢的呢 又怎么来呢 你就看一下股市的历史 就是一级市场 大家都赚钱 就玩股票的 对吧 我好朋友薛蛮子 就是上次 搞了那个UT Starcom 赚了几个亿 那二级市场呢 大家炒股票的 基本上都是赔钱 就换句话 这个买股票的 都赔了 卖股票的 发现IPO的都赚了 那最后这赚的钱到哪去了呢 汇集到了美国了 为美股呢 是天钻加瓦 就昨天有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美国股票和日本股票同时 都打破了三万九这个数 日本股票三万九呢 我是记得非常清楚 是八九年的12月 12月29号那天 它是到了三千 三万八千九 然后就一直掉 最低的时候掉到六千多 徘徊了三十四年 这一次呢 是打破了 美国股票呢 昨天也是 其实日本股票和美国股票 在六十年代都差不多一千点 然后到了八九年的时候呢 美国到了两千多点 三千点左右 日本到了多少呢 到了三万八千点 那可是超越了美国很多很多 其实这也是 为什么说日本 失去的三十年啊等等 从股市上来说 你看一千点起步 六十年一起开跑 跑到最后呢 超过美国十倍 然后就要开始呢 找后张了 就停在那了 从三万点掉到六千多点 再到一万多点徘徊 再到今年 一下子又冲过三万九千点 它花了三四四年 但是美国股票就比较稳定 它就一直 可以说涨到现在就三万九千点 又回到了六十年代 两价是平的这个地步 但中国股票呢 九零年开始的时候 一百点 到九四年了 一千五百点 看起来涨了很多 其实那个涨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股票呢 你要看它有几只股票 九零年中国股票刚开始的 就八个股票 俗成老八股 现在有五千多个股票 在这个中间 有很多换股的情况发生 就是我在美国 因为我做过这一行 现在在纽约有很多朋友 在Prinston有很多朋友 这些朋友归纳起来 基本上不说百分之百 把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是在中国股市上赚了钱 然后卖掉那公司 到美国来了 一百个我不敢说 几十个是有的 身价都是多少个亿 这就是硬股票的人 记得当年我跟薛曼 去炒股票的时候 每天老曼这个电话打过来 说老风啊今天进什么 我们俩就炒得昏天黑地 最后呢又赔了一塌糊涂 终于一天他跟我说呢 看来不玩了 就说炒股票不好玩 还是硬股票好玩 就是去做IPO 发行股票 所以我们就停了 他就不再做这个 就我看到的都是在国内 把公司上市了 然后把钱套出来 最后公司也都垮了 自己呢 在美国卖了很大的房子 小孩也都来了 基本上全是这个路子 买股票的都赔在那 也就是说仓外的老鼠仓 炒股股票就知道 什么叫老鼠仓 那个厂内的那种硕鼠 很胖很胖的老鼠 加上了虚照的报表 内线交易 坚守制度 利益输送 背后还有保护伞 就是股民丧失信心的主要原因 中国股市不是没有钱 是没有信心 A股总值 我上次说过是70万亿 但到昨天为止呢 大概是将近80万亿 因为他涨了14% 所以凭准基金 不过就1万亿 有多大的能量 而老百姓口袋里面钱呢 现在是145万亿 整个中国的储蓄是290万亿 其中有一半呢 145万亿是公司的存款 现在不敢投资 老百姓的145万亿呢 不敢买股票 存在银行里面 宁愿拿着2%的利息 这就没有信心的表现 就我相信 其实只要把股市里面的老鼠 都抓光 都抓光 股市就能成倍的增长 有问题在于呢 股市里面老鼠啊 就太大 都是常委级的 甚至比常委还高 你就看一下中国人 什么人在 金融市场里面 对吧 江的小孩 温家宝的小孩 朱镕基的小孩 就这些年 真正在中国赚到大钱的 都在金融市场里面玩 都超过了常委级 都政国级了 这些都是 所以那个老鼠不好抓 15年呢 搞了一次 几个最大的 包括中信的这些 董事长这些 只搞了个边控 因为他们也都是常委的好朋友 照得住他 现在常委本身 可能都要出事了 就当年的常委 照不住了 中国为什么要以国安来管金融 这看起来很荒唐 前不久碰到一个朋友呢 他也是搞股票 搞得很成功 是做什么呢 做拉美和中国基金的 他说他们那个 赚了好几十个亿 但是最后到了具体分配的时候 投资人没拿到钱 钱就在那个管理层上 就流掉了 叫做利益输送 输送光了以后 底下人就在那扛着了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 都没有像中国这么荒唐 就是从有股市以来 1990年 中国经济GDP 至少发展了50倍 去掉同学分散 股市就 几乎就没怎么涨 就在3000点的 已经来回几十次了 有人计算大概是将近60次了 最高达过6000多 为什么呢 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股市里面太多的老鼠 有小龙 或者说这个桶呢 是漏水的 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郡老师怎么看呢 股市里面老鼠很多 都大老鼠 刚才啊 盛平说了很重要的一个道理 股市实际上在某人上去说 你上市公司和进场资金 如果你上市公司少呢 股市就多 而且你进场资金如果多的话 增速快的话 上市公司又少增速少的话 那肯定股市呢 就是我们正常的话就会涨 它不是有什么拉动效应啊 等等 因为股市这个东西呢 就是刚才他讲到这个 他也跟我讲 我说实际上这个证券这个东西啊 要赔的时候你家都找不到 你欠的钱是真金白银 但是那个东西之后 你当时人给你估价 你身价多少 那都是根据证券估价 证券这个玩意儿实际上 经济不好 人们信心 证券就不值钱 就是说 那么回到这上说呢 我觉得从这两大因素看 我不看好中国的股市 就是说 一个是上市公司的数量 还有一个就是资金进场的数量 上市公司数量呢 就是也是日经 还是这个金融时报 一个评论 他说呢 中国因为这些年呢 原来习近平是用什么呢 国家资金去扶植那些创新企业 我不是讲他的新理念吗 新理念就是要扶植创新企业 去冲世界的技术 这高峰弯道超车 就是在整个的世界的 大革命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要扶植一批技术创新 不见得是国企啊 什么比亚迪啊 宁德时代啊 什么华为啊 什么这些其实都不是国企 那他呢就是要 但是扶植这些企业的时候呢 要有大量资金 现在政府这两年经济不好 资金少的时候就让他们上市去圈钱 而现在美国呢 现在西方又封杀 过去这些公司都是在高盛的帮助下呀 在美国圈钱的 黄岐山当副总理的时候 负责这一块跟高盛合作 最后让中国大量的东西到美国圈钱 现在美国封杀之后呢 他现在全不到钱了 所以这方人现在回到中国股市界 他就算了说中国这些2PU上市的比较多 那等于就抢了原来基金钱 所以说上市公司在由于习近平搞的 中国这个经济这样一个难度 跑到股市来去跟原有的这些公司去抢钱的时候呢 中国下一个就中国资金进场量 资金进场量是两个因素 就是来调来进股市 一个是什么呢 我是投资企业的 就是如果你这个企业经济效益好 我就给你投资 习近平是希望做这件事 像德国和日本的股市 就是给企业融资的 还有一批就英国和美国股市 是大量钱 是热钱 是炒股 是想赚钱的 这两个因素呢 第一个因素 来投资企业的 他是要看你企业的前景 现在大家对中国的企业 行业现在都不看好 那几个比如高科技创新吧 他虽然有潜力 但是风险又太大 因为这个玩这个风险投资 毕竟是少数嘛 多数的他就是想稳定赚钱 而中国政策又变化这么大 包括习近平可能要杀富济贫呢 他现在也没有说杀富济贫 他直接不提了 然后让地方政府在那 好像松绑给地方 给这个企业松绑 但他那些原则 他一条也没放弃 所以呢 人们可能就对中国的企业 本身没有信心 这个没有信心 实际上说到 对习近平的政策没信心 好了 那另一个因素 就是炒股的这块 炒股的热钱 希望你能够变现快 那中国对汇率啊 对很多东西的控制 还有对这个人 就使得呢 他们也觉得不保险 企业就是我到底 钱进来之后呢 我炒了钱 能不能拿着 再一个中国限制 因为习近平希望股市 不要变成 他要去杠杆什么 他不希望你多搞这些东西 那所以说我觉得 从炒的角度上来说呢 中国也不好 所以我觉得 从进场资金呢 就数量的有限 和这种来说 比如刚才讲到了 政府救市 其实高盛对2015年 做了背影 他没有去讲公安局抓人 我们都知道 公安局抓完人 就才工作 他说呢 那一年中国那时候 那个国家 就是所谓国家 就是实际上有15000亿 所以当时只看到五个 他实际上 他只有高盛查 现在实际上有十几支国家 对这十几支国家 大概当时15000亿 现在大概有3万亿左右 就是现在的去年年底评估 高盛就说呢 那一年实际上 国家就是当时去进场 就到了股市的5点几 到股市给稳定住了 现在呢 差不多国家 就是5点几 高盛去年是说呢 那时候进了700亿的 估计2000亿能稳住 在年底的问题都没稳住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又大局进入 刚才盛平和恒情争 这个我不知道 一万亿是哪来的 这个数字 那一万亿 我觉得可能 他可能用不了 问题他稳住股市之后的话 这个就是 这都是暂时 高盛也对2015年 做了一个测算 说实际上这个 国家对进场 这种临时拉动效应 他其实投的就是 就是几个大股 就是几个大股呢 这几个大股有特点 第一呢 他的指标性强 第二呢 就是他只要一起来吧 能带动这个股市的 十个 他说是有十个 那么再有呢 这个他的股值的 这个幅度 余地本来就不大 所以他拉动 这几个股市之后 他把那些小股民 都圈进来 这就刚才盛平说的 把他给圈进来 但这个效益 一般到三个月左右 就到头了 所以现在 我估计呢 习近平为了春节 讲话也得开两会 大概呢 让国家人进一下场 把一些小股东 给圈进来 然后呢 到三个月到头说 一般到半年左右 就开始又转 就开始又开始转了 这势头要转 所以说按这个来说的话 其实现在的中国股市 国家就是进场的话 几千个银 把股市给拉起来呢 这也都是个暂时效应 还不算 先这个公安局 进去抓人 那这次更厉害了 这次安全部都介入了 对吧 公安局都不够了 安全部都介入 说金融安全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环节 安全部当时连发三门 在国家去年12月 国家金融会议 连续三天发了三个推吧 三个贴子 来讲这个金融安全 说安全部绝不会坐视不完 那就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呢 实际上呢 这种救世方式 最后使得中国的股市 就不叫股市了 就好像盛平前面谈过说 中国的股市不叫股市 他也讲 刚才讲到了说 那个有一个大漏洞的话 你就有那么大的漏洞 这种不治之症 体制性的漏洞 那你肯定就没有办法 而且说这个老鼠啊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说到底 都是政策给他了一个 专控的机会 这个恒静啊 最近当然要做 要救股市啊 做了很多方法 也降息了 限制卖空 还要监测 放空 那刚才提到议会们 也都下来了 放了吴清啊 所以种种举动 我看得出来 刚才曾经啊 刚才那个盛平 跟那个俊涛也讨论到了 你怎么看 还有人说 这个中国股市会迎来 今年会迎来一波 所谓的牛市 我不想 你怎么看 对 非常希望能够有一个 有一波新的牛市啊 这一点呢 我就顺着刚才两位的 这个评论的说 实际上呢 这个刚才盛平呢 已经讲到了 这个其实这个很多的 这个这个经济 经济学界的 这个研究者 和这个中国网民 其实都看到了 中国的股市 到底有多少问题 它呢 从内心 内部结构 到最后这个 从业人员 到这个中央的 这个想法 其实呢 都有很多的漏洞 当然作为我来说呢 我不太相信 我不太相信呢 这个人 能够解决 这些问题 当然解决问题 一定是人 但是呢 真正要建立一个 良性的制度 良性的体制 才是真正 从实质上解决问题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方面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目前来说 说这个 今天的股市呢 这个上证指数呢 收爆了 三千零四点 这个比那个低点的时候 曾经打到过 突破了两千六 那个最后 报收呢 是两千七百点 我看就这几天 这个等于是 这个春节 这个八天的 这个放假 股市呢 停了 这个停摆了八天 给这个中国政府呢 这个以准备时间 然后投措资金 然后呢 政策出台 准备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时间 然后呢 准备到位了 然后开市 所以呢 等于修整了 这个八天以后 再开市 然后呢 迎来了一个 一个 就是高台的 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东西 能不能延续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 如果作为一个 投资者的话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东西 能不能延续 那这一点呢 是我所最关心的 说这个三千点 能不能延续 我的一个观察 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问了 这个势头 能不能延续 关键是你的基础建设 是不是有改进 你的现在的 比如说 你的会计制度 是不是更加严格了 然后呢 从业人员 是不是更加严格了 然后你提供的会计数据 是不是真实可靠了 第一 第二一个 现在呢 机构的这个投资者 这一块 比如说做局 做局 然后做空做局 做高做局 像这些 这个动作 然后包括呢 内部交易 像这些动作 是不是得到了 有效的控制 和有效的监管 对于未来 是不是能够把它呢 把这个 这个所谓权力 关到了笼子里 然后使得 所有的投资者 在一样的 信息的平台上 那这些工作 我们看过去的这段时间 中国政府 或者说习近平所领导的 这个中国政府 他们做了吗 我没看到 所以现在呢 光靠这些 说把这个业会满 把它拿掉了 换了一个人 然后呢 说我们现在呢 规定所有的机构投资者 不许卖 然后呢 现在呢 持股的这个大股东呢 不许卖 用这种方式 然后呢 把这个 安全部和公安部呢 都派进入场 来最后威胁大家 恐吓大家 这种方式 最后使得股市呢 大家都不买了 都不卖了吗 只能买 那在这种情况下 说有了一个 有了一个 回暖的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刚才说 如果你 真正的这个 核心的这个基础问题 你不解决 最终 他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那这个时候我就说 如果说真像刚才 这个赵平兄 你说的 说这个 有的人说 这可能会迎来一个 很好的开门红 或者是大的牛市 我说我欢迎啊 我非常欢迎 我非常的 感觉到非常的振奋 为什么呢 那这个时候 实际上是所有的小股民 那些小韭菜们 应该抓住时机 赶紧把手里 被套牢的股票 赶紧卖掉 这下你就解套了 因为这是什么 这是难得的机会 也许可能就是最后的机会 因为什么 因为跌跌跌 还是会发生的 为什么 刚才讲了 你那些基础的问题 不解决 就只靠这些 用强正的行动命令 这种方式来解决 甚至用威胁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东西不是市场经济 如果股票市场离开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可以自由买卖的 这种基本原则的话 你说那我们还去做投资吗 你投资了以后 连钱都拿不出来 你还会去投资吗 所以我觉得 在这种情况 我就是奉劝中国的小股民们 小韭菜们 赶紧抓住这个最后的生计 赶紧逃吧 我觉得恰恰相反 现在中国 应该进场 不是 你叫现在在最低的时候 叫他们就是出来 将来如果股票涨了的话 大家会问候你 就今天的情况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 是中国经济去掉通货膨胀 它涨了至少是50倍到60倍 从有股票以来 就是90年以来 那么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 它的股市和那个GDP 它是一个函数关系的 是个正相关关系 超前和滞后会有 但是绝对不会这么大 我们知道 阿根廷的股市呢 涨了一万倍 因为它通货膨胀也涨了一万倍 所以那个不是一个 有意义的一个例子 那对中国股市来说 去掉通货膨胀 经济涨了几十倍 那股市就应该涨几十倍 说到底是因为股市的不规则 不规则里面才发生了那些 就规矩不见全 就开赌场的都赚了 我刚讲的 卖股票的IPO的都跑到纽约来了 过日子了 赌客都赔了 也就是买股票的都赔了 卖股票都赚了 那什么一个原因呢 就是中国的股市 它不是一个股市 它是个赌场 它的规矩有问题 本来IPO上市是为了融资 当然它这个附带的效果呢 也是照付 就是那些上市的人呢 他们自己最后也会得到钱 融资来的钱应该是投到企业里面去 做科研啊 做发展啊 扩大生产啊等等 但中国股市不是这样的 只要上市了 这公司基本就不是我的了 我就捞一笔就走人了 那公司赚赔跟我没关系 嗯 它是这么一个 它也没有一个呢 像美国这么严格的 规定的这个vest period 就比如说 每一年只资争你就是 套现多少等等 非常不严格 甚至他连利得税都没有 这种情况下呢 就即便是赌场 其实中美都还不一样 美国的赌场 它是靠呢 概率赚钱 它从来不出老钱的 但是我在国里来的朋友 没有一个不认为美国赌场 不出老钱的 曾经肯定出 跟我打过赌 争论过 因为他们自己是这样干的 但中国赌场的就倒过来 它平常倒也是靠概率 就中国人地下赌场 关键时候 它一定出老钱 所以它能做到大小通杀 就万无一失 你肯定赢不了它的钱 所以 刚才恒卿讲到 中国应该自由经济 那样 不是 我觉得中国情况是恰恰相反 对那些心中有神的人 有上帝的人来说 自由主义的澳派经济学 也许是对的 是适用的 但是对中国 对这个刚刚走出贫困的 什么都不信的 这么一群人来说 国家的管理 绝对是必要的 中国股市不是说 政府管得太多了 什么军队管了 现在又是国安来管 管得太少了 里面老鼠太多了 我刚才也说了 老鼠还都是常委级的 你还没有点能力 你还管不了它 就中国股市要上来 它只能走另外一条路 就是要严格的管理 中国已经管理了很多地方了 比如说对舆论管理了 对吧 对工资很好管理 抓几个就行了 对历史也好管理 709就基本上就自主了 但是股市不好管理 因为你就看一看 我刚才也讲了 那不光是常委的 主席的小孩都在那个里面 人家玩得丰盛水起 个个都几十个以上百亿 大家如果再去读一下 红色赌盘的话 他里面讲的不是一家人的故事 他讲了很多人家的故事 最后这个张阿姨告诉陈栋 告诉段有红的话什么呢 这种东西现在不好玩了 我们现在就停了 所有的钱上交 连政账户 换取 中央不起诉 不追究 最后还补了一句 其他红色家族也照此办理 这是中国股市真正的问题 这个为什么习收拾了这么多的人 我们开始言论起 从工资到军队到 最后现在才是金融 因为金融这个盘子里面 老鼠实在是太大 我常委级的都小了 还比常委还大的 君招有一些补充 对 我今天盛平的话说 我觉得 我本来说 我不想讨论 因为我今天10点 必须下线 想快点完成 但我就说 第一个盛平还讲到了 这个国民生产 假如说这个GDP增长100倍 那好像股市盐 那不是 那时候公司数量不变 如果公司数量也增加100倍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时候 他的公司数量能也增长 如果入市的公司增加的 比GDP增加的还多 那进场的资金 实际上把美东自己除肯 还会减少 我该讲了 盛平在一开始讨论说 我比较靠谱 就中国股市开始高 就能够发展出快 因为公司少 那他就其中一个概念 就是实际上在公司上 这个虽然不是绝对对应 因为股市紧记好 如果圈满 但是确实公司数量 和对进场资金的这个比例 实际上在很大能决定一个股市的 这个市值 那么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其实刚才恒青和盛平 都在讲这个政府要干预 但是干预的方向不一样 恒青讲的建立硬规则 其实也是盛平讲的 后来盛平讲的 中国股市不好啊 是因为有人这个什么 实际上也是讲的 要进行硬规则 不要进行什么呢 不要进行实际的运营的干预 不要进行运营的 而建立一套比较硬的规则 这套规则建立起来 让股市自己走 那这样总能更好一点 但盛平呢 他是觉得政府呢 这个干预呢 最后盛平的结论 也还是要建立硬规则 把那个包括政治局常委 甚至习近平这个家族 都得堵住 习近平好像他没有当总书记的时候 他可能他家族也在 玩一些什么经济上 这些跟那些权贵家族一样 也在玩这些东西 那当然当了总书记了 他可能把这堵死 他知道呢 这个不好 所以他现在这个家族实力在开战 我就补充这一点吧 就政府的干预 主要这个干预方向是什么 好 谢谢君涛的这个分析跟观察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